公共生命是要向其他人的承认 而是为其他人的承认我的时刻 和我的历史领域 我觉得他很能干 能力很强 疫情的时候是他出台这些封闭政策和宵禁政策 就是很有效的当时阻止了疫情的在蔓延和扩散 所以州长的这个措施是很强有力的 他印象就是感觉好像是个挺激进的人 因为我们是偶尔听到墨尔本这边有些消息 说是好像他又做了什么事情 特别是疫情期间好像他比较出彩一点 就是在基建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为经济发展 为人民生活的便利做了很多工作 他51岁 我觉得其实挺年轻的 也挺遗憾的 因为我知道安德鲁好像工作了好多年了吧 确实挺意外的 我没想到 当他发生的时候还是有点惊讶的 当时也不算太惊讶 因为大家都一起祈祷他会在这一任里面 会离开嘛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清除越来 生越来 就是还是比较希望下一任领导人 就是可以更加注重中澳关系吧 因为本身安德鲁他是一个挺清澳 挺挺中国派的一个领导人 就是相比于其他州来说 希望能够改善中澳关系 作为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 也是希望两个国家的关系上面 越走越近 这样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觉得在两个国家都会有一些 都会比较亲切的感觉 希望能够新的维州的领导人 能够继续重视 跟中国的这种友好关系 因为这是对维州有利的 对维州人民有利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联系